魏央三剑孝公只有边走边聊的待遇 孝公开门见山 以前对你印象特别的好 简直把你当救星了 最近你谈的治国之道可不咋地啊 你在秦国踏刊 确实也辛苦了 这样吧 给你个太守看看吧 魏央难难自语 秦国地理条件得天独厚 秦人淳朴尚武 咋嫩穷啊 人丁咋嫩不忘啊 咋连一个像一样的军队都没有呢 孝公心口被捅得哗啦啦直流血 魏央继续说道 只一点原因 那就是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 孝公反唇相机 怎么强国 用你的王道 人证还是无为而至啊 让而如何啊 王道 人证 还是无为啊 魏央一看 烈货已经出完了 这人都没看上 该拿真东西了 要想强国 非法家不可 法家以增强实力 激励既之为本 为其处强大王 那都是只能强一时 不能长远 因为变法不彻底 名为法治 实际上 还是人治 皆不值一提 三强之不足效法 原因在于 只强一时不强常人 与明君则强 与长君则弱 与昏君则弱 清国要崛起 便要走根本强大之弱 魏央献上强情久论 孝公提呼灌顶 下令立马回去 两人大谈三天三夜 不眠不休 孝公下定决心 要变法让魏央主持 魏央说出 变法越彻底越艰难 其难有三 一得有护法力量 二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三 国君得对变法大臣 深信不疑 不重挑拨离间 中国历史上 难得的一对 明君强臣组合 眼含热泪 眼神坚定的发誓 绝不相复 热酒赤心天地为正 山无棱天地和 乃敢与君爵 那感觉非 伯牙与中子妻可比 听说要深彻变法 孟希白等老士族 怕利益受损 来找上大夫甘龙 老狐狸甘龙说 君上不会偏离 先君心政 言外之意 只要偏离 肯定反对 太子迎四 跟公伯迎前 颇为亲近 迎前叫到他 杀敌宝国中 杀是要点 迎四却认为 宝国才是要点 公伯 杀非要点 宝国才是要点 不杀敌 怎能宝国 于是 命令迎四 杀了小白兔练杀器 骑士迎四 白兔公主一个 立即斩首 杀 杀 孝公拿出 强秦九论 给迎前看 大哥呀 咱秦国不变法 就是死路一条啊 如果没有你的支持 变法也弄不成事 大哥当即表态 只要能使秦国 富强 谁找事 我先废了他 通过与上大夫甘龙 和上将军 迎前商议后 孝公任命 各世子 具体实权要职 确认魏央 一个虚职 克轻 猴鹰带来白血的情书 你的事 我大概听说了 虽然曲折 但我很看好你哦 也好想你哦 我不在身边 好好照顾自己 魏央心里 不知道有多甜 急忙回书 孝公召集重臣 要谈变法的事 几个心腹 车鹰 迎前 子岸 警监 先互相怼几句 搞搞气氛 然后 孝公才说话 要变法 撤谁都不合适 这样吧 给你们升职 把现在的职位腾出来 我好安排新人 撤全臣 安排新生力量 这情况 常见又不好办 且看孝公如何处理 本集完 欢迎大家订阅评论